一般来讲呢 每年冬去春来的时候 你要给这个吹血机做一次保养 之后呢 你就大约要储存半年以上 到第二年冬天再重新启用 保养的办法呢 其中之一啊 就是用这个西红泵 把这个油缸里的汽油全部汽出来 吸的越干净越好 当然最后还会有残留 那么你就要启动发动机 把残油烧干净 这样的话呢 你才可以这个放整个夏天 我这刚刚从维修店 把这个维修好的残留机取回来 这个连维修保养 再加上新的这个高清洁汽油 已经花了120块钱 这个代价呢 原因呢就是我去年春天 忘了做这个保养了 就直接入库了 今年冬天贵件打不着火 没办法只能送过去 幸亏我有大车 你要喂大车的话呢 还更麻烦 打不着火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 因为去年我这个 没有清理的残余的汽油嘛 这个残余的汽油 降解干枯之后呢 堵截 它会堵塞油路和化油器 所以就是说你打不着火 有的朋友说了 我这个机器放了一年 第二年怎么也打着火了呢 这个 这就是一个普遍现象 特殊现象 就跟这个心血管病人一样 它不犯病是不犯病 一犯病就是急的 所以这个你很难预测 所以就是说你做保养 是最安全的选择 除了第一个 这个就是说清理清干 清理干汽油 这是一个办法 另外的话呢 我准备选择第二种办法 就是用这种高清洁的 这个汽油 S Pen 就是差不多96号的航空汽油 这种汽油呢 就可以安全的过夏天 因为它清击度非常的高 你看它这个标志上 标的 它适用于这个吹血机啊 这个减草机啊 都可以 你就省的这个 它尤其是贵一点 但是呢 你会生很多事 生很多心 所以呢 我以后准备采用第二种办法 就是用高清气油 这样呢 既可以免维护 用那个更加环保 机器取回来以后 你可以试一下 首先把这个钥匙呢 打开 把这个有一个红色的键 你给它放到这个启动的位置 你可以电打火 也可以这个 用绳拉打火 第一步打开钥匙 第一步打开钥匙 第二步把红色的按钮放到启动键 完了以后呢 按挡三下里有一个黑色的钮 那就可以给它加点汽油进去 之后插上电源 按这个红色的启动键 这个机器就算是大招了 另外呢 你可以选择拉绳打火 这更简单 把钥匙打开 红色的选择键 放在这个启动的位置 按两下加油钮 之后呢 转一点下升 机器就启动了 你记住 一旦机器启动之后 要把这个红色 左右旋转的这个选择钮啊 放到这个 左侧 也就是运转的位置 这个机器才能够正常的运动 想关闭机器的时候呢 把钥匙拧回去 之后呢 把这个红色的选择钮 放在中间的空挡杯子 就行了 这机器关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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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